提到希臘,會聯想到神話浪漫為美,還是殘舊古典建築呢? 一切由希臘首都雅典,也即是歐洲文明起源講起。 希臘歷久不須的神話故事,南海白牆,象徵著愛情的浪漫和慈眠,果然不是浪得虛名。 一下機就見到一對小情侶輕輕傻傻,立即被他們示慢了。 戴上一副太陽眼鏡,就直接出發去城市上方的雅典圍城,是祭置雅典守護神雅典娜的聖地,體現了希臘民族精神和審美的古蹟。 大約用了一個半小時游覽部分古蹟為止之後,按照自己節奏留在山上進一步探索,登上山頂至高點,挑望雅典全景和城市風貌。 希臘神殿的柱是結構和美學的結合,每條柱分為柱頭、柱身、柱楚三個部份。 而古希臘人發明了Doric、Ionic、Corinthian三種基本柱式。 大部份古希臘雕素都是以裸體形式呈現,身體若隱若現,他們樂於展示對肉體態度的直白坦然,但如果覺得尷尬就自行遮蓋他們的器官。 這條街道,帶領你由古代歷史通往至文明社會。 不打不撞,去了以Alice in the Wonderland 的餐廳主題園區,好像去了迷你版的士尼,突然之間笑女心大爆發。 留在雅典的日子裡,基本上我每天都要去園區打卡才安樂。 電話卡訊號收得不好,我整個Gradin小獨讀地站在雅典市中心大街收公共Wi-Fi。 亦都是這樣讓我放慢了腳步,欣賞Busking和參觀附近一間教堂。 坐落於街道上的教堂,內裡嚴肅寧靜,和外面圈鬧的街道,形成強烈的對比,雙影成趣。 教堂的石頭外牆,加上圓簡石板屋頂,顯得非常古老。 逛了整天,當然要試試地道菜式,試了最正宗的希臘乳酪,雖然營養價值高,但個人不太喜歡它那種濃稠厚實的質感,酸味也比較重。 而我比較喜歡另一道希臘菜式,就是希臘式風味酵雞。 百里香和新鮮檸檬汁是不可話缺的香料。 醃雞肉至少用上一小時,再加入薯仔,放入焗爐。 等候期間就可以準備希臘沙律做配菜,視乎個人口味而選擇。 我自己不太喜歡吃橄欖,所以就不會加入做配菜。 用了新鮮蔬果和香料做配菜,麥香色彩繽紛之餘,薯仔配烤雞飽肚感十足。 吃飽後就回Hostel休息,整座大廈分享一條鎖匙來用。 我自己回到去時發現鎖匙斷開了一半,不過幸好最後有驚無險都能進去。 早上6時爬起身趕火車去希臘另一個景點,中文譯名為梅提歐拉,亦被譽為天空之城。 這些巨石柱大概6000萬年前因為板塊運動而形成,相傳一班修士和修女為逃避土耳其回教徒的宗教迫害,來到這裏興建修道院。 全盛時期,這裏曾經有24座修道院,現在只剩下6座。 這些在石壁作開的洞穴,是修女居住的地方。 而參觀者的服飾亦有要求,上身避免過於暴露,下身需要穿長褲。 如果沒有準備,亦可以在現場買披肩包住。 希臘天空之城因為修道院揚名天下, 宮崎進動漫天空之城靈感就是來自這裏。 修道院的結構很奇特,需要通過一座合宅小橋和外界連接。 興建在巨石柱上面的修道院,遠看好像在懸罰空中的城堡。 回提歐拉地形很特別,能夠同時入選自然和民物相遺產。 去希臘旅行,海陸空交通工具全部坐齊, 現在坐船由雅典去Course科斯島。 帶你們感受一下被愛琴海中島包圍著的感覺。 上船之前記得買好乾糧, 船上一包餅乾都要港幣40元, 寧願睡覺忘記肌餓感都不要給他錢賺。 我相信大部份乘客跟我一樣都覺得好餓, 急急腳下船找食物。 這裏的海歐不怕人,反而你會怕他吃了你的東西。 所有行李放在backpack裡, 全程拿著自己的行李就像蚂蟻搏家一樣。 看這條片的你,可能我們都在這次旅途中相遇, 我相信是一種緣份。 多謝你令到我的獨遊之旅變得不孤獨。 希臘旅程未完結,下集會去Sintorini, 即是希臘最具代表性的南白小島。 總有世界上最美的日落, 喝著Donkey beer,沉醉在自己浪漫美景之中。 喂喂喂,別走先啦! 臨走之前,記得like,subscribe and share, 按下旁邊的小鐘, 那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片啦! 有一些溜度是否親手的未完結。 你千萬不要試試試看!